12次上課 等於如果包含今天還有三次 那下個禮拜應該是中秋連假 所以等於其實也快到課程的尾聲了 那後面部分的話 我們主要是針對 不是這個 這個是爬蟲的課 那我們的論壇部分的話 不對 今天的話應該爬蟲是第12次的話 那我們應該今天應該第11次 所以還有四次上課 那上個禮拜的話 主要針對那個人事考評管理系統 這個範例做說明 那這個範例裡面的最重要 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包含就是說 用那個VIR函數做查詢 VIR函數其實非常重要 只要要查資料通常會用VIR函數 但是其實很多地方 他沒辦法用VIR函數查 可能我們還要改用別的函數來查 那其實最常會用到的 包含就是像index 或者像什麼match 或者另外有個叫indirect 等等的 或者offset 其實也蠻多的 那可以取代VIR函數來查詢 不過用來用去 如果說他剛好欄位名稱在第一欄 那當然用VIR函數其實是最好的 那這個V的話指的是垂直 就是如果你的藍是縱向排列的話 那當然就是VLUKAB數 不過以後如果當然應該比較少1000 還有一些資料是很水平排列的 就是藍位名稱他在左邊的話 那可能就要用另外一個函數叫HLUKAB 不過現在好像比較少用到 大部分都是會想要把那個資料縱向排列 因為比較像一個資料表的一個形態 很少有把那個藍位名稱放在左邊的狀態 放在上面比較多 所以其次的話當然就是說 我們再把那個公式做處理 最後其實我們有把它延伸出去 最後再結合VBA做公式輸出 這個跟前面的做法其實還蠻類似的 但是比較不一樣的地方就是說 我們這邊的話會有多工作表的需求 所以這邊會需要如何切換工作表 那所謂的工作表就是會有個工作表物件 叫SHITS 有沒有 SHET 一定要加S 那後面有個括弧 就是表示裡面假設放數字的話 就是第幾個 那第一個工作表就1 從1開始 那總共有4個吧 所以如果你要把這4個工作表 做一樣的事情的話 特別注意喔 你就是for S 等於1到4 比如4個 然後後面下一行也許就是SHITS S 點SHITS就好了 這樣的話還會切過去 切過去之後做什麼呢 反正你就做一樣的事情 所以上個禮拜我們有做 等於是比較重要的部分 也就是把那個 同一個工作表裡面做的事情 做4次 那4次的話呢 當然我們不是圖法 就一直貼一直貼啦 沒有啦 我們用一個回圈來表示 所以上個禮拜應該最難的部分 應該就是如何切換多個工作表的部分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如果假設你不太熟悉的話 可能回去再做一些複習 那最後的話 其實我有做一個補充就是說 之前同學常常會問到一個問題說 如果我希望把4個工作表的資料 把它合併在一起的話 那以前的做法可能就是複製貼 複製貼複製貼 變成一個總表的話 那這個地方就很簡單 當然這個地方會需要用到range物件 不過range的話 你要告訴他 哪一個工作表的那個範圍的range 所以變成說range前面要加上一個 蓄詞物件的名稱 哪一個 比如說我現在第一個 那我就切到第一個 把第一個的那個範圍複製 複製的話就點copy copy的話呢 再跟他講說我要call到哪個位置 在左上角那個除塵格就可以了 所以上個禮拜的程式 其實在雲端白板上面都有啦 所以你們回去 假如要複習的話呢 其實基本上就是 先找到那個影片部分吧 你可以自己先看一下 然後再來就是說呢 找到那個範例的原始碼部分 所以我這邊其實都有把那個程式都放在這上方 那你們自己再把它看一下 那尤其是我剛剛提到那個跨工作表的部分 比較困難 其他應該比較簡單啦 那V2函數這些應該都比較基礎 那比較難的應該是先做一個嘛 然後再做多個 多工作表的話實際上就是4s有沒有 sheesh.slate 然後切過來之後做這件事 然後在最後切回到第一個 那就sheesh1.slate 那多工作表其實很容易發生錯誤 因為常常會忘記說 range前面要加上那個 就是工作表物質 哪一個工作表告訴他 如果你沒有告訴他 最後結果常常會發生錯誤 像我也自己常常發生錯誤 因為你加了工作表之後 那如果忘了加真的是很容易很容易錯 所以這個可能要特別特別小心 那所以呢如果我要多工作表的話 底下其實我有把那個程式是放在這邊嘛 最後這個 那我是有把它改成本來是用這個清除部分 又改成用range方式清除 那本來是一個一個儲存隔清 改成用一個範圍清除 那再來最後有加上那個合併的部分 有沒有 四個工作 四個工作表要把它合併在一起的話 那就是序則1裡面的哪個範圍 有沒有 所以序則1裡面的哪個範圍 後面就加點Copy Copy到目前工作表的A3的位置 有沒有 那一個一個一個 就有沒有 前面是1到4的那個工作表 那後面的話其實是總表 總表的什麼位置 如果你可以懂得利用這樣的程式的話 其實以後要合併工作表 其實會非常的簡單 那你說老師我們常常用的 除了多工作表之外 還有那個多工作簿啦 除了多工作簿的話其實就是 多個檔案 一次有檔案 那其實跟各位講 這個是一層一層的 也就是說呢 如果將來你要多工作表複製的話 其實只要在工作表前面再加一個 叫workbook啦 所以如果你假設啦 你要再加的話 你可以加一個 叫work 有沒有 工作 workbook book的話就是 加S 然後刮符的話 這個裡面的話就要給它的檔案名稱 加一個點就可以了 比如說你在那個AAA這個檔案裡面的話 那你就要給AAA 後面記得喔 還有個副檔名 XLSX 那它就會知道說 你在那個工作簿裡面喔 有那個範圍喔 那我要把它call過來 那你就可以把它call過來 OK齁 還有一個地方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為工作簿喔 它預設是不會開起來的 所以你前面可能要先做一件事 就是先把那個工作簿先打開 有沒有 所以還有一個語法叫 workbooks.open 把那個檔案打開之後 然後你就可以call過來 call完之後你再把它close關掉 這樣的話就可以 有沒有 一直把它開起來 然後複製到哪個地方 然後把它關掉 然後換下一個 其實如果假設一個資料夾 所有的檔案 你都要這樣做的話 是可以的喔 而且不難喔 那主要是這樣的語法 多一個workbook物件 目前我們是沒有啦 為什麼 因為太複雜了 光講就很複雜了 更不要說你要把它寫出來 而且寫完還不能發生錯誤 那真的是蠻 所以為什麼要一層一層的講 因為如果一下子 直接就講workbook 然後又shits 然後又range 我看你應該會頭很暈喔 我真的 這太複雜了 所以一層一層的喔 如果你假設range習慣了 在shits 然後shits之後習慣在workbook 那你可能應該慢慢就可以掌握了 那以後如果你要把多個工作部的 工作表有沒有 做 把它合併在一起 那其實應該會簡單 後面我們看有沒有什麼範例 可以來run一下 其實不難喔 但是不要寫錯就好了 如果你會用的話 你會發現 那太簡單了 你現在要把大量的東西 全部合併在一起 好像是減 這是真的沒那麼困難 ok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後面 再看有沒有機會 找相有類似的範例 我們再來說明 那今天的話呢 也許我們再來看其他題目 所以今天的話呢 也許你們看一下這個 這個飯店管理這一題好了 那這一題的話呢 就比較有點像自動帶出資料 比如說我今天喔 我希望喔 我希望喔 輸入某個人的ID 他可以自動幫我帶出其他資料 那可能你要做這個之前喔 有點像老闆說 欸你幫我查一下 這些人喔 這所有資料喔 我只有ID喔 你幫我把所有資料 通通幫我帶出來 ok 那怎麼做啦 當然前提是 你必須要有這個ID 有這個編號對應到的相關資料 那也就是前面的這個部分喔 必須要先建立一個 叫所謂的bookingID啦 booking的話就是訂單嘛 飯店的訂單叫booking 所以 有一個專門那個訂房網站叫什麼 叫booking.com有沒有OK 應該大家應該不陌生嘛 他後來被那個 agoda給併掉了 所以其實 agoda跟booking是同一家公司啦 這兩家其實都很大 你要訂房的話 我想喔 應該不經過他們現在越來越困難 早期好像很少就去跟那個訂房網站訂房 但是現在訂房網站已經非常方便了 而且有時候訂房網站訂到的價錢喔 比那個你自己打電話或上網訂的還便宜 OK 不知道你們應該有這個經驗 而且 訂的方式還千奇百怪 每次訂的價格都不一樣喔 OK 你有沒有發現喔 像我之前就直接從手機訂 還有從網頁訂 後來我發現喔 訂到價格怎麼都不一樣 所以後來我分析了一下 我發現真的你不要第一次訂 你就先訂 然後你每個都比較一下 然後看哪個便宜再訂哪一個 所以我發現好像我從Google地圖上面喔 再去找那個飯店 再進去那個Agoda 價錢又更低耶 為什麼 因為你只要到Google上面喔 因為Google還有別家的價錢 那如果你直接就到Agoda有沒有 就沒得比較了 就最貴的 可是你進到Google之後 他會列出其他家 因為Google不能最 不能是最貴的啦 因為最貴沒有人啊 所以他就當下價錢 所以看到了價錢又更低了 有時候差了好幾百塊也都有喔 幾百塊我還蠻 因為我在Agoda訂的這個 這個訂單數量其實還蠻多的啦 因為我算是白金會員 而且我白金會員還有比較便宜一點啦 OK喔 所以 那如果說假設啦 因為現在訂房已經全部都數位化了 也沒有人在用那種人工的方式在登記什麼的 所以假設要電子化喔 那我們會有兩個需求 第一個就是如何產生一個Booking ID 那這個Booking ID的規則 基本上我又把它放在雲端白板上面 你們可以看一下雲端白板上面有一個 叫做飯店管理的這個檔案喔 那裡面的話呢 基本上喔 這個就是一個題目啦 那一樣啦 其實這一題喔 是這個證照口試的題目啦 我只是把它稍微改一下 變成我是覺得這個範例 算是出的還蠻不錯的 所以它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的話就是先第一個階段 就是把Booking的這個ID產生 那產生完之後呢 再利用這個ID去查他其他資料 包含這些什麼 他這個住房的人的名字 名字是全名喔 包含他的應該是先名在姓嘛 然後他住幾號房 住幾晚有沒有 然後住多少錢 那總價多少 這個要把它顯示出來 那所以兩個部分請各位先稍微了解一下喔 那第一個Booking ID的規則這邊也有啦 規則的話其實 剛才上面有敘述啦 不過是看這個敘述有點複雜喔 你們其實可以看這個底下這個第三頁這邊吧 它的規則其實就是分成幾個部分 一二三四 總共四個部分 那哪四個部分喔 第一個的話就是它的縮寫 第二個的話就是 我看第一個有沒有 從這邊來看 這個總共分成幾個部分喔 第一個的話就是 它這個Hotel的有沒有 它的飯店的縮寫 那我怎麼知道縮寫在哪裡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你可以從那個公式裡面的名稱管理員 那一樣喔 這個檔案裡面呢 有些資料已經幫你定義好它的 那個對照的表格啦 所以裡面的話有個叫 應該我記得是Hotel的Detail 這個表格裡面的話 它實際上就會有一個清單 那這個清單的話呢 它總共有應該是三個欄位吧 一個是它的什麼 第一個欄位是它的Name 就是飯店名稱 第二個欄位呢 就是我們要查回來的 就是它的Hotel的ID啦 那也就是說呢 我第一個問題喔 是希望如何把這個範圍 所以HotelDetail的第二欄位 要把它查回來 放在這邊 那再來的話 第二個問題就是 串第二個是0106 那實際上就是什麼呢 Check-in的日期 那日期部分只要月跟日喔 但是問題月跟日本來是16 那要怎麼樣可以把它顯示成0106 那這樣就是說呢 3什麼呢 應該是Check-out日期 減掉Check-in日期再加1 就是住幾天的意思啦 那它住三天兩夜嘛 有沒有 所以它要 3的話則是它住幾天的意思喔 所以天的話呢 記得就是把Check-out日期 再減掉Check-in日期 它要加1就對了 OK 然後最後的話呢 就是這個 這個是什麼 C 應該是它的名還是它的姓吧 C-A-L 這個 它的First Name OK 就是它的名 它的名字叫什麼 所以把這個公式全部串在一起 就是我們要的它的Booking ID 所以你可以理解喔 這個Booking ID 通常會包含很多的訊息 所以有的時候看ID 大家就知道這個訂單 它的一些狀況 所以你可以看到啦 如果你是內行的 比如說這個行業裡面 看出來說起來 你原來是住哪個飯店 然後哪一天 哪一天怎麼 Check-in的 住了幾天 所以這樣可以推出它 哪一天Check-out 然後它的名字叫什麼 大概就知道了 所以第一個 請各位先把那個Booking ID產生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 Booking ID一個字都不能錯 因為你只要錯的話 後面這個資料就查不到 如果假設啦 你們前面做錯了 後面如果要查的話 應該會出現 Not available 一定查不到 所以ID 絕對 不能發生錯誤 那後面這個工作表是說 如果我今天呢 有一筆訂單 我想要把這個訂單裡面的相關訊息 幫我列出來 查出來的話 那該怎麼做 不過啦 我想應該很多人應該比較需要什麼 就這個訂單 可能它需要的就是 最好是一個下拉清單 然後下拉清單 可能選完之後呢 自動把資料給帶出來 這樣最方便了 有沒有 我發現這個需求還蠻大的 如何自動帶出我們需要的資料 那這個要怎麼做啦 所以後面的話我們再來看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 先把那個 這個叫飯店管理 這個範例先打開一下 然後 總共有 它這個檔案有三個工作表 那我們就是要先 把那個工作表 第一個工作表 先把那個booking ID 先試著採真看看 他什麼時候 Saskia secret 做 那 感谢观看